高山茶园搭配粉红色品种的樱花 这样的风景让游客都忍不住一直拍照 并称赞行一乡炒苹斗的粉红色樱花 实在有够美 我们来这边赏樱花 觉得这里风景好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也是初游 春天的感觉来了 我觉得今天看是还蛮不错的 都有顺开的 我觉得这边的花 这种是属于粉红家人 然后其他有的是山樱花 我比较喜欢粉红家人 新一乡炒平头樱花季 目前进入粉红色系品种的樱花盛开时期 包括富士樱 吉野樱 粉红家人等等樱花 都已经花开八成左右 理事长表示 大约还有十天左右的黄金赏花期 欢迎乡亲把握最后的时间 前来新一乡游玩赏樱花 我们现在园区的花矿 大概现在盛开的是 那个香水吉野樱跟富士樱 如果花矿入一这个天气的话 大概可以二一底三一厨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游客可以趁这个好天气 花盛开的时候来用草云楼 观光茶园来赏樱花 新一乡炒平头每年樱花盛开 都吸引许多人前来共襄盛举 对此议员们也欢迎民众把握最后的赏花期 来到新一乡游玩赏樱花 送我们的樱花的这个好景点 来到看到这些不一样的这些樱花 我们的广东来检测占绑非常漂亮 也欢迎大家在广东来 我们的新一乡 我们的超北桃 在上樱花 看到我们的新一乡 在米类的竞赏 大家在广东来新一乡 不只来这些看一眼会 也在广东来买到我们的最好的农山品 目前草坪头的粉红色品种樱花 大约已经开到八成 预计下周满开 新一乡工作因此调整樱花剂 在三月初三提早闭幕 欢迎乡亲游客 来到新一乡炒平头赏樱花 记者邱平易新一乡采访报道